護身的心是感動的 念佛的心是平靜的 護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電視與您心心相細 接下來請收看 傳奇法師紅髮型 作詞・曲・編曲 初音ミ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样一个美丽的澎湖岛 这个环境上是非常美丽的 但是我们这些人类对自身对这个世界来说还都有损害 所以从业力上来说并不清净 外在的环境很清净 但是人的眼睛是迷茫的 所做的事有可能是负面的 给众生带来痛苦 自己呢也得不到利益 所以我们佛的弟子一来到这里啊 这个佛的人生观、世界观来看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美中不足 像今天我们先是到那个灵头公园啊 那边有一个烈士的 叫灵池对吧 灵池这个地方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里面怎么样 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进去 只在门口念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哎 哎 感觉到的 哎 乃至往后 我后面我们行程走走走 反正我是觉得越走越沉重 越走越沉重 啊 苦难的众生 众上看到了 看到我们有一群人 哇 是来帮助他们的 哎 所以这个就 佛教啊 不是一个 只是一个简单的理论 哎 本身佛 你看 经典里很多 都是救苦救难的 哎 救苦救难 那这世间 包括我们人本身自己 还都处在这种无名啊 啊 啊 祸业 无名照业 业感苦报 哎 苦中又又又又是无名 无名又照业 业又堪苦报 就这样轮回 哎 所以这个佛经 最主要还是 来救苦救难的 我们佛弟子 也不能啊 这个 这个对苦难啊 视而不见 光讲去讲理论 甚至啊 文词滑美的 啊 讲的啊 不仅仅那些 还是要去实践啊 啊 所以修行修行啊 啊 理论要结合实践 所以我们佛教的寺庙里面 毫无例外的每天下午的晚课都是要做事实 然后天台中的讲经法师也是每天都要试试的 我们点起灯 把这个灯呢 观想成我们心灵的灯 灯具有多大呢 好 我们去念 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注尽尘虚弥三亡 愿灯有尽尘汪洋 此灯之树 亦斩得现于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消除三游顶以下 如间地狱以上 所有无名之黑暗 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度 皆得显明清见 愿aeda千人 往往倾尝尾尔街阿里哈 愿 笑 虽有光明赐灯主 共贤贤却全佛灯 无余光大释放尽 自尊空行护法宗 谈尘身中心奉献 父母为首有情中 自尊以几个所胜 皆能清洁佛庆土 愿与弥陀和微影 三宝三个众地 活得如此所发愿 积情加倍处得尘 地亚堂半征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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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这样的灯点 这是无量光 所以这个就是极其殊胜的 这样子的修法 为什么要做 就是因为需要 没有无缘无故的 众生的苦难很深重 我们要修大量的功德 修相应的佛法 来救度自己和他人 因为众生负面的力量多的话 我们也是受害者 所以佛教里说 叫阴朝阳台 反过来说 阴你没有抄掉 阳间也不会太平 我们的祖先 特别我们过去过世的父母 爷爷奶奶 他们如果在受苦 那我们是他们的后代 你怎么能安呢 你的灵魂就不能安宁 我们有血缘关系 那我们人类 共同造的恶业 如果在这世界上 凝聚得很严重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谓说 国家兴亡 皮肤有责 这个国家是两层概念的 一个是社会的这么一个 体系 还有一个指南 我们的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 从精神世界上来说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这整个地球 我们人类的共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人 在修这个法的时候 修习佛法 回向世界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得到利益 所以这个就分出 小乘教和大乘教来 佛教一份小乘的修法 小乘的就是自利益 自观利益自己 我把破我值 作为科研题目 我这个我值到底怎么破呢 明明掩耳鼻舌生意 都是假的 那我们怎么 为什么还有呢 那然后就 把他尘埃落定 这个 所以小乘修法里说 不就他 不去帮 帮助别人是可以的 他也是可以的 按照小乘修法里 但是对大乘的 发大乘心 要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世界的人来说 叫不可舍一个众生 不能舍一个众生 自己 要把自己的生命 完全投入到 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当中 这就是大乘法 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 而休息 点盏灯也是如此 念一句佛号也是如此 那小乘的呢 他就是 念佛号就是自己念佛号 我自己要求生极乐世界 大乘的人念佛号呢 就是为了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我就是去极乐世界 也是为了令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这样子的一种动机 我们佛教说的发心 所以最近你看 这个我们 我们人类在近一百年里 造的业是超过过去一万年 他对子孙的遗害呢 也是一万年都不止 你比如说 这个地球上 我们这个澎湖 我澎湖来之前 在飞机场 我们高雄的一个局势 拿了一本地图册给我看 我这一看 这个蛮奇怪 这个岛屿啊 围成几乎围成了一个圆的圈 当中有一个空的 我觉得这种地形 大多数都是有火山口的地形 我当时我就猜了 我说这大概是古代 肯定是火山 结果一证实还真是 过去还真是火山 包括今天我实地来看了之后 又通过那个地图的样子 甚至我可以猜到 这个火山在喷发的时候 应该也是冬季 也是冬北风 因为什么呢 你看正好是 那个南 那个南呢 南边它是像 那个岛屿就拖到南边去的嘛 这说明它喷发的时候啊 它大量的火山灰啊 熔岩啊 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所以就形成了 你看这边 这个圆的 这个南边拖得长 拖得长 当然有可能 它也是多次喷发 间歇式喷发 所以呢 就形成了一层一层的 这个 一层一层的 凝结的体 通过今天我们去看那个风柜 那个风柜 风柜去看 看到它那个岩石 那个那个玄武岩的 六边形啊 五边形的 那可以知道 像这种岩石在 这种结晶体是过去 在岩浆形成的时候 它应该在 它不是表面的 它是在里面 里面冷却了之后 结晶形成的五边体 六边体 表面不可能形成这种的 那今天我们居然看得见 那说明什么 那表面一层早已风化 里面的东西已经暴露 暴露到外面来了 由此可以知道 这个火山 这个肯定是在 很久很久以前爆发 这个我们 这个澎湖岛已经 经过了风化了 很长久时间的风化 所以可以 都可以看到这些迹象 可以看到这些迹象 那我们的煤矿啊 石油啊 那远远的有可能 要比我们澎湖这个地方 喷发火山还要早 今天他们说了 这个是五十万年前喷发的 五十万年前 那石油啊 煤炭远远比这个历史更要早 在地球上 孕育出这个煤炭 孕育出石油 要经过几百万年 千万年 甚至上亿年的 地球的运动 才能够形成 但是我们人类 你看近一百年来 就把它开得差不多了 一百年了 一百年是很短暂的 我们现在科学家 也告诉我们 石油也没有几十年 好用啊 石油没有几十年 对不对 五十年以内 全部都要用完的 煤炭也是这样 煤炭也是不超过一百年的 那你看看好了 那你想想 我们人类造了多大的业 我们这个 这个恶业很重要的 很严重的 吃老祖先的 老祖先放了那 没动过 不动产 我们给他吃了 然后倒过头来 也吃子孙的 以后子孙呢 什么这个地球上 资源都枯竭了 然后就骂 就是那个 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的 我们的那批主贤啊 丧心病狂啊 贪成吃 贪啊 贪心无量啊 开采了 开采开采 无节之心 开采啊 这些不可 不可恢复的 不可重复 不可再生的资源 就被我们这样用掉了 这个业力很严重的 我们一边在陶醉 坐着飞机来了 然后跨海大桥 汽车满街都是红灯 都是车灯 另一方面说 这就是我们的罪业啊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啊 对祖先啊 对子孙犯下的滔天罪行啊 我们享受着 一时的生活便利啊 以后子孙要诅咒我们的 然后那个土地也是 为了要出粮食 你看 里面上那个化肥 把土的结构破坏 把里面的营养 都过分提取 萃取出来 然后呢 又怕土壤里 有其他的菌啊 然后又在土壤里 又扮上那个毒药 土壤也被毒树毒化 土壤越来越贫瘠 土壤越来越有毒 不仅仅贫瘠 而且有毒 水也是如此 水也是如此 不仅是内河的河流 现在大海海水都被污染 就是今年日本那个 一个福岛的这么个河 河电站 你知道它向大海排了多少量 就是高辐射的 高辐射的这个水排了多少 什么 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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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呢 福岛的核威慑 这次核事故的级别 跟以前苏联的 叫诺贝利 对吧 切尔诺贝利是同个级别的 那切尔诺贝利到现在 还是一个是一个 无人无人出 死成 只有建筑没有人的 那你想想看福岛对我们 地球的伤害 他把这些水全部是倒到海里去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抢着买盐呢 就是因为我们大陆的盐 大多数是来自于海盐 因为一旦倒入水里面 以后海盐有可能都会受污染 难道仅仅是海盐吗 海洋植物 海洋生物 那除了福岛之外呢 这个太多了 我们的核废料 大多数都是沉到海底去的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全世界的核废料 很多都是沉到海底去的 拉到太平洋 拉到公海 船底一打开 你根本都看不到 你都不知道的 船底一打开 东西已经下去了 所以说很多那个监测的 看到说海底 海深处 海洋深处的 很多的这个动物和植物 已经不能吃了 已经严重的核污染了 从内陆和到海洋 我们人你看厉害不厉害 把水 土地污染了 水污染了 水污染了 空气污染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 空气污染 尽管我们澎湖这里没有工厂没有什么 但是空气是没有界限的 对不对 这个是很严重的 地水火 这个都不清净了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是一个 真的要反省的 业障之重 是前所未有 有时候你甚至佛陀都收集说 哎呀 人到那个时候啊 叫五蕴昌圣 五蕴是很很很圣的 就是色身相未处 这个对着我们眼睛的这个尘 色尘 深尘 未尘都非常的那个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修行是不容易的 眼耳鼻舌生意 要对这个色身相未处法 然后外在又五蕴昌圣 你看我们怎么回光返照吧 所以这样一个时代 众生的恶意是重到难以想象 我几乎每一个 不管是我们是东方还是西方 你开在马路上 你灯看过去 那个霓虹灯 百分之九十都是招恶业的 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不算多吧 这比例不算多 讲到讲到那个一点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招不算业 这样一个我们人类社会 每天输入大量的恶业 所以佛陀就授机 那个时代 他就给弟子们说 那个时代五蕴昌圣 众生这个恶业之众 如这个黑水一样 如这个黑暗的世界一样 所以我们唱三宝歌 第一句就是宇宙暗暗 人天长夜 人天长夜宇宙暗暗 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里 我们对心灵的迷失之深 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后我们都迷失在物质的世界里面 迷失在物质世界里面 我们的古人以前啊 穿的衣服也很宽大 除了衣服宽大 度量最主要很宽大 宅心仁厚 所以古代的人呢 也是 你看古人 他那种崇尚的那种 就是慈美善母啊 这个就是 很寒阳很深的 身上呢 这个这个 就脸的那个轮廓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就不一样 不同的 我们人类再这样往下走的话 整体人类寿命 就没多长时间了 靠什么能救现在人类呢 现在 整个这个地球的那些智者们 1987年 在法国召开了一个 人类如何面对21世纪 一个会议 那都是诺贝尔获得者 各个领域的权威 这些权威 在一起开会 开了 这场会议 开了时间很久 最后的结论就是 人类如果按照 就是上个世纪的那种模式 20世纪的模式下去 人类将没有办法 度过21世纪 也就21世纪将是人类的坟墓 我们要终结 我们的历史将终结在 这100年里面 那是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怎么样能延续下去呢 人类文明能延续下去呢 就要恢复2000年前的 儒家的思想 和我们佛教的大乘思想 这将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那你看 儒家思想 大乘佛教 结合的最好的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什么时代 就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时代 所以当西方人在努力地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慢慢倒是很尊敬 我们已经开始 这已经变成流到什么 我们现在当今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这么正统的这种信仰 这种智慧 这么有系统的教育 已经流落到街头 流略到这个社会的非主流的 这么一个 好像是一个 没赶尽杀绝之后 遗留的一些 这个残 这个残兵败将一样 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这个 但是人类的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这个会议 毕竟还得出这个决论来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我们补习 通过佛教 这样一个体系 把我们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和复苏 能够 特别是 强大的精神的力量 功德力 我这精神力量 不是乌托邦式的 这种假想式精神 而是诸佛菩萨 无量级 急功累得的福德 功德力 这个力量将会平衡 我们已经失去平衡的 物质和精神 失衡的一个状态 把佛的这个力量压上去 马上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有救 所以 这个 我们现在学佛 既是个人的自救 也是真正的对社会输出最正面的力量 对群体 对国家 对社会的 这个 给社会 这个等于是制造福田 不仅仅我们出家人是人田福田 但现在出家人太少啊 去年泰国就号召 说泰国缺少十万个僧众 呼吁大家能出家 有一次活动就是在泰国曼谷首都 一次梯度一万多个出家人 你想想泰国是个佛教国家 他上前呼吁出家人缺少 缺乏至少十万个 他那里全民信教啊 皇帝也是信佛的 都觉得缺啊 平时我们信的人 那佛跟神有什么区别 爷爷不太清楚 也不太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